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失望的是 这位少帅阴沉着脸 丝毫看不出温润如玉的气质来 宠妻狂魔貌似和这张脸不搭边 灭妻狂魔还差不多 丫鬟们只觉得无趣 果然 谣言不可信 当然 陆毅之所以生气 也是因为谢霄那丝 谢霄因为惊吓在谢家生的孩子 便非要当孩子的干爹 说了一句魂话道 今夏生孩子 他也是出了一份力 是名正言顺的干爹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这句没心没肺的话 却得罪了陆少帅 陆少帅自然是不同意自己的女儿任谢霄当干爹 可是 他哪里有话语权 此时被金夏一拍大腿便决定了 就这样 从此以后 陆家的小女儿便多了一个干爹 陆毅心中有气 但是却又不知道往哪里发泄出来 所以 小丫鬟们才看到了阴沉着脸的陆毅走在前面 金夏跟在后面 而怀抱着陆家小公主的人居然是自家少爷 那场面积其滑稽 众丫鬟们不禁为自家少爷捏了一把汗 然而 有的时候 缘分妙不可言 陆家小女与谢家的缘分就此结下 谁又能想到 二十年后的今天 陆家的小女风风光光回到谢家 至此成为了谢家的女主人呢 金夏和陆毅带着孩子回到了陆家 陆夫人带着众人早已在门口等待 金夏刚一下车 孩子便被陆夫人接了过去 云和 云平看见自家娘亲归家 一左一右抱着金夏的两只大腿不肯分开 亲切地唤着道 娘 金夏被两个小团子给包围住 根本动不了 陆夫人抱着已经满月的小孙女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口中心疼地嚷着道 夏夏 你和孩子受苦了 是陆家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流落在外 有家不能归 金夏被这一场面弄得莫名其妙 这都哪跟哪呀 可是 看见陆夫人哭得那么伤心 她又不能说自己在谢家过得挺好的 总觉得这样安慰她 貌似又有些不稳妥 她求救般地望向了陆毅 陆毅接收到金夏的眼神 立刻上前 安抚自家老母道 娘 看您说的 就像我不管金夏了似的 我不是一直都在照顾她吗 陆夫人瞪了一眼陆毅 胸道 别和我说话 一说起这事就来气 你和你爹一个鼻孔出气 连自己媳妇都保护不好 金夏见陆夫人态度有所缓解 立刻上前宽慰道 娘 您不要怪爹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同意的 我从来不觉得委屈 陆夫人抱着小孙女 泪眼朦胧地看着金夏道 好孩子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陆毅看着母亲不停地续道 笑着调侃道 娘 您再说下去 那才是真的辛苦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我现在只想躺下休息 臭小子 就知道贫嘴 快 回楼 我已经让人帮你们将房间打扫干净了 陆夫人怀中抱着小孙女 一群人随着她往龙渊居赶去 都在原来的 Cherokee 口语 词 词